也只能摸摸鼻子 GDP新闻做不到 好 中秋节要到了 根据卫福部跟其他照顾弱势团体的统计 今年中秋爱心愿比的销量呢 跟往年比起来 整整掉了近五成 有网络公司为此突发奇想 发起了员工捐衣住弱势的活动 每人捐五件干净的二手衣 老板就送Poka洋芋片 谢谢你的爱心哦 你要什么卡 你要天使还是恶魔 一件件二手衣 陈堆放在办公桌上 这是网络公司发起的中秋送爱心活动 抢搭博卡议题 老板大搞Cuso加码送礼 才第一天就募到破百件衣服 不是说我们吃过台免疫口气 可以捐个几亿几十亿 但是从小做起 抛载免疫 其实老板送的博卡 并非波多也节衣悠悠卡 而是加工过的养育片 恶魔版长出俏皮尖角 天使版装上小翅膀 激起员工好奇心 因为最近 关于波多也节衣 波卡的新闻非常非常多 那大部分不是这么有正面的能量 所以我用这个也节衣的灵感 就是想说可以 可以就是捐衣服 时续进入秋天 寒冬纠团做爱心 不只是雪中送炭 也温暖了角落里的你我他 GTV新闻 绝未听秋显部采访报导 台湾位于欧亚板块 跟菲律宾海板块